OMG 四個玩意 歡迎來到藍營遊戲團隊 今天我要來拍《農村物語》的最後一集 因為本人剛剛斷考完有點亢奮 然後呢 我又想趕快拍完這集 所以呢 我很多部分可能會有一點省略帶過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農作舞採收系列 GO OK 那一開始呢 我們仍然是生存模式 生存模式比較好講解 那 首先這個就是甘蔗啦 然後甘蔗它非常容易就這樣打 打 只要動一下 就可以把它打爛了 好 那我們進入生存 創造模式 OK 那我們現在已經去創造模式了 我們拿一下我們需要的材料 OK 我們需要的材料有石頭 草地 還有沙子 唉唷 沙子掉了 好 那我們還需要 甘蔗 仙人掌 還有水桶 嗯 跟 紅石 還有 控制桿 還有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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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塞 好 那就這幾個材料 那我們先講一下 甘蔗的基本原則 首先呢 它就是 挖一個洞 然後我們把水放下去 然後呢 它就可以 種在水的旁邊 但是沒有靠在水的旁邊的話 它就種不下去 就是 它一定要種在水的四角邊 好 那我們把土塊堆回去 然後 比較典型的 甘蔗收割機呢 就是這邊放一排水稻 然後呢 放甘蔗就放 放 放… OK 然後差不多十五格的距離 然後呢 我們再把活塞放到 第二格 這邊 然後只是就是殺搐 然後 function 對 不要 Do 是 prohibition 然後 然後就這樣放好 一整排的活塞 然後呢 我們在後面放上 方塊 然後就隨便找一方塊放出去 然後就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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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甘蔗收一收 然後呢 還有一種作物 他跟甘蔗很像 他叫做仙人掌 但是呢仙人掌不能放在草地上 而甘蔗是可以放在草地上 又可以放在沙子上 那這個 仙人掌他只能放在草地上 不是草地上 是沙子上 但是呢 他非常的火用 就是說他不一定 旁邊有沒有水都沒關係 他可以單獨放 但是呢他 他中間一定要有間隔 不然的話 你在中間多放一個粉塊的話 他會爆炸 就這樣蹦 然後就不見了 然後呢 我來想一下 仙人掌呢 他跟甘蔗一樣是往上生長的 但是呢 你不可以使用活塞 這樣推他 就是 我們說因為 仙人掌有東西掉下去吧 我們就把一個仙人掌往上丟 然後他就會 蹦不見 原來仙人掌碰到他的東西 就會 ㄟ 不見 就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來 採出他呢 當然就是要從根部挖 這樣他就不會爆炸了 那我們就 做一個有點像西瓜南瓜 收割機的東西 我們就先放一整排 仙人掌的 ㄟ 就放整排仙人掌 然後放到 差不多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挖整排的道路 然後這邊也要打 打... 打... 噁... 沒關係 把它撞回去 不是 中個 OK 把它撞回去 然後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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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就跟 西瓜南瓜求割器一樣啦 我們就是這邊放一個火塞 然後這邊放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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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火塞 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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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放了一整排火塞 然後我們再把沙子放回去 放放放放放放 放 放放放放 放 然後呢 讓它方塊充能 這樣就是這邊方塊充能 然後放下紅石 然後再把沙子放回去 然後你就把紅石充接上去 就放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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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採收萬成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採收好多好多的仙人掌啊 就把仙人掌通採收起來 然後這就是大概的教學 然後呢 甘蔗還有另一種採收方法 就這邊先做好了 甘蔗旁邊一定要有水它才能生長 所以呢 我們這邊放了發射器 然後呢 裡面放了鐵桶啊 然後我們就把它水空收起來啊 然後呢 會發現 咦 這些甘蔗 喔 掉了一些 甘蔗呢 還有一整排的甘蔗它都助力著 然後呢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這樣 如來成長 嗚啪 然後呢 一整排的甘蔗就這樣掉了 好囉 那 基本上 甘蔗跟仙人掌的採收就是這幾種 但個人是覺得 甘蔗一打即爆嘛 所以其實 做它的採收好像也沒什麼意義 就自己 心情一點就手動去採收吧 那我們這集的教學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汪汪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面點擊喜歡 以及訂閱 如果真的非常喜歡的話 也可以去我FB粉絲團點讚喔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aching the video 讓開車 要是啟動 要是啟動 這些夜市院 就能讓開車 知道嗎 by bwd6